大家好,老司机是车,为什么开着说?今天聊一个运动的中型车阿特兹 很多朋友说阿特兹这个车长得好看,外加上运动性能 我现在不太想买一个家用风格的中型车了 你给我聊聊阿特兹,没问题,安排 阿特兹这个车其实是风格非常明显 你看,到这个年代了,依然是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同时,家用是一个主流风潮的时候 这个车并不太在乎后排的空间,包括舒适性能 那你既然舍弃了这么多,那它留下了什么? 主要就是留下了操控的感觉 那我们先看一下行走的硬件 2.5自然吸气,直接四缸的发动机 6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还是比较少见的 现在基本都是7,8速以上了 192马力,252牛米的动力数据 这个数据基本上比一般的2.0T的发动机扭矩要小一些 马力数差不太多 这也是符合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先说一下它自己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操控 你看,我一般聊家用车,我不太聊转向 无非就是轻了重了,我也就聊到如此 但是这辆车的转向不一样 让你觉得特别有乐趣 首先这个方向盘很细 但是它不是让你握在手里没有东西那种细 方向盘的质感很好 握着的这种三幅就有战斗的感觉 同时它在转向的时候非常的精准 你的一点的转向在车身姿态上都是有反应的 车身的感觉更像是一个紧凑型运动车 并不像这么大个的一个中型车的感觉 这是特别舒服的 与此同时呢,这个转向并不贼 不像有的车一旦是做成了运动风格 就变得特别的贼 这个转向在你手里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对它是百分之百的掌握 而不是说,哎呦,怎么就多转了少转了那种的感觉 不是,就这个转向是它最舒服的一个点 运动的感觉大部分的来自于动态响应非常快的车身 这种很好的转向的手感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悬架 悬架支撑性很好 它的软硬度属于是中位值偏硬 因为毕竟是一个运动车型嘛 但是这个硬并不是牺牲了舒适性的硬 首先这种细碎的振动它会被过滤掉 传到脚底板上没有任何的震动 这跟有些的中型车是不太一样 同时后排整个不会感觉到说 哎呦,咣当咣当的,真的脑人疼 不会是这种感觉 随这个悬架是有高级感 又硬又舒适 同时这个车身的姿态的侧倾还OK 因为刚才我们在这边弯道的时候 高速的追了一下前面的摄影车 车身的姿态保持的非常好 所以转向的手感好 包括悬架硬中带舒适 是这个车最大的一个精髓 那当然了,我得叠加一个更大精髓 就是这个外观长得挺好看的 挺流线的 男女都喜欢 动力的层面 首先呢 我是对于自然吸气没有任何成见的人 只要好用 我管你是自然吸气还是涡轮增压都无所谓 但这个车的动力层面有两个大的矛盾点 咱一个一个说 第一个矛盾点就是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你先别说它的动力如何 这个车的绝对动力差不了 因为毕竟它的账面数据在那摆着呢 192马力 250牛米 在这种情况下 动力数据有 并且它转速的提升是比较线性的 这是它好的地方 同时这个车 它的发力点是在2000到2500转 是它的最敏锐的这么一个转速区间 在这个转速区间的时候 它相对于普通的涡轮增压车 它并没有一个扭矩陡增的平台 还是很平顺的就到了一个很敏感的点 这都是好的地方 但是矛盾的地方来了 变速箱挡位太少 导致着我很线性的动力的递增的过程中 换挡 然后感觉到 怎么着一晃一晃的几下 就是你本来挺线性 结果被换挡给造成了一点点的小顿挫 那之前的涡轮增压车的问题呢 就是它的扭矩陡增平台 会给人感觉到说 这扭矩陡增了 但是人家的换挡并没有这么的顿挫 因为基本上现在都是八档啊什么的为主了 六档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矛盾点 第二个矛盾点 这个车啊 它主要的发力转速 前面已经说了 2000到2500转是开始很灵敏的 并且这个发动机是一个中高转速的发动机 理论上来说呀 3500 4000都是可以用的日常转速 是很爽很释放的 这也是自然吸气中高转速的一个玩法 本来挺好的一个事 但是它的发动机噪音从3500转开始陡增 出了一个噪音的平台 本来3500转是一个中高转速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在日常过程中 有乐趣的一个转速 发动机带上劲了 嗷一下声音也出来了 出来这一下声音之后 让你就不太想用3500转之后的转速了 这就矛盾了 3500转之后 本来动力长得就特别好 特别的释放 声音一大 让你就不想用了 于是你只能用2000到3500转中间这个转速 转速区间有点太薄了 我建议厂商 既然中高转速的玩法 无论如何 把发动机噪音的陡增区间 搁在4000转之后 这样的话 让我能用2000到4000 日常拿它玩起来 就会更加的有意思 这就是动力方面的两个矛盾点 但是这个车的动力 我觉得绝对不比1.8T的差 它的扭矩平台比2.0T要差一些 你开惯了涡轮车的话 你会感觉到这个车前半部分 没有太大的劲 我指的是2500转以前 2500转之后的劲开始特别大 行驶部分还差一个噪音 这个车在3500转之内 最大噪音源来自于轮胎 因为它是个19寸的轮子 轮胎的臂比较薄 能听见嗡嗡嗡嗡嗡 轮胎 那3500转之后 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发动机噪音 一下就出来了 把轮胎的噪音就盖过了 无论如何厂商真的 给推到4000转之后 再让噪音出来 动态已经说完了 静态可说的部分并不多 外观就俩字好看 内饰的部分呢 我说一下 虽然它是一块不是大屏幕 新的这种科技风格的内饰 但是它的做工用料 还是挺讲究的 中间是木纹 这边还有分毛的材质的中控 然后上面有包裹的真皮的感觉 在上面是软糖素 这套内饰用了四五种材质以上 并且做工还是比较不错 属于那种不是科技流派里面 用料比较扎实的 还是比较耐看这个内饰 我这个车呢 不是那个什么什么限量版 那个没有参考性 它是常规配置里的顶配 成交价得20万出头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配置属于挺高的了 因为在20万出头的价位 很多的合资品牌 并不会给你配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方向盘加热 在这辆车上都是有的 是要表的 挺好的 所以配置没问题 前排的座椅我特别的满意 皮面比较软 海绵比较软 并且有这个包裹的感觉 所以这个车的运动感 靠脊下来营造 转向比较精准 全架比较硬 方向盘很运动 同时座椅有包裹的感觉 前排座椅属于是 有运动感的大沙发 挺好的 我们试验来到后排 这后排真没为乘坐考虑太多 第一个中型车了 但是后排腿部空间不到两全 前排是我的坐姿 后面座椅中间的位置 有一个大地台 外加中间的座椅跟靠背 都非常的硬 就没有想让你中间坐人 所以后排只适合坐两个人 哪怕坐两个人 它的后排座椅也比前排要硬 并没有前排这种舒适的 运动大沙发的感觉 至于说配置 也只有出风口别的配置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后排空间小 且没有舒适性的优化 打开后备箱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近身非常大的后备箱 两边还有两块的耳朵空间 可以放东西 整个空间比较规整 利用率还不错 同时还有功能直接一拉 可以把第二排座椅放到 形成一个贯通的大空间 这个大空间 比如说你要拉一些雪板之类的 就不用SUV了 这是不错的地方 V2的两个缺失 一个没有其他的 像是挂钩这些的配件 确实坐椅不能在第二排给它放到 必须在后备箱里拉那个环才可以 我们这圈已经试驾完了 我觉得阿特兹是有特点的车 外观好看 操控性好 悬架比较硬 且舒适的硬 这都是它不错的地方 内部的空间 不是那种科技风格 但是相对来说 做工用料是比较扎实的 这都是它挺好的地方 同时呢 跟它的自身运动定位不符合的地方 它都没进行优化 比如说后排乘客的空间 包括舒适性 所以真的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车 你要问我说推配置 我就推这个顶配 因为成交价值是20出头的价格 还是性价比挺高的 配置还是不错的 OK 我觉得既然你关注这个车 已经选定了这种运动的风格 选定了这种感觉的话 那阿特兹在这个价位 几乎是一个没有其他可选的孤品了 剩下全是一般的过日的家用车 喜欢记得分享哦